今天是我们万物简史 差点说生命算法 因为今天这一期是生命算法 是我们生命算法讲过的内容 我只是给大家再整理一遍 因为万物简史里头怎么能没有生命的算法呢 万物简史里头都简史了 怎么能没有基因呢 所以咱们万物简史里也要有基因 必须得有 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 其实是我们曾经给大家做过一次巨大的专题 生命的算法那个大专题里头 我们把它总结了一下 给它整理成了一期梗概 但是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内容 还是有一点点不一样 这点不一样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之前一直在给大家讲这个基因 然后我没有给大家讲基因 发现的过程中的一些八卦 所以今天我们稍带手 跟大家聊一聊 科研这个行业这个领域 这竞争也是非常激烈的 这里头有火锅有歌 说串了 这里头也有阴谋 也有阳谋 也有闹小脾气 都有 那么今天这专题 也是我们万物简史的倒数第五期了 万物简史之后的专题 有人问我是什么 我们要给大家讲的是 人类的基因史 我们要给大家讲的是 人类的文明和基因的关系 所以 你 就是这万物简史完了 你也不用伤感 后边还有很多 我们接下来这个专题也是跟基因有关系 但是他跟我们的自由意志 跟我们的文明 有更大的关系 有更大的关系 对 今天有经 今天有经 所以 我们先来试想一下 在开始之前 我们先来试想一下 问你一个问题 你有几个父母 那这个问题一听 这还用问吗 我只有一个爸爸一个妈妈 对吧 人肯定是由一个爸爸和一个妈妈生出来 也就是说 从你往上数 可以数出两个人来 那么你接着再往上数呢 你的爸爸也肯定只有一个爸爸一个妈妈 你的妈妈也肯定只有一个爸爸一个妈妈 对吗 你还要接着往上数的话 那么 他们也分别有一个爸爸和一个妈妈 那么你爸爸的爸爸 也就是你的爷爷再往上数 你的爷爷毫无疑问 对吧 他也是一个爸爸一个妈妈生 所谓人是人他妈生的 腰是腰他妈生的 请问你妈贵姓啊 如果你的父母 没有在恰当的时间 恰当的地点 恰当的气氛 中结合 可能要精确到秒 也可能要精确到那秒 你绝不会存在于这个世界上 那么再想一下 如果你父母的父母 也没有在恰当的时间 恰当的地点 恰当的方式 结合在一块 也不可能有你 对吧 那么再以此类推 如果你父母的父母的父母 以及你父母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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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母 如果我们这么吞也就没完了 如果说他们没有以一个极其精确的方式结合 显而易见 肯定没你 对吧 如果我们把时间再往前倒 那么这里头就产生了一个数学问题 因为我们会发现 这个数 这个家族数 它是成几何 级的 这个这个 倍数关系的 对吗 如果我们网上导八代 那么 你有多少人 你的直系亲属 应该有多少人 应该有250个人 如果没有这250个人在一块 那么你不会存在 那如果我们继续往上推 我们推到第十代 第十代 可就已经过万人了 你的祖先已经超过一万个了 16384个 如果我们再往上推 第二十代 你的祖先数量 已经超过一百万了 如果我们再往上推 二十五代 你的祖先数量 已经是3300万个了 如果说 我们再往上推 再往上推 推到三十代 以前 三十代之前 你的祖先数量 已经超过十亿了 如果我们再往上 导到第六十四代 那么你的祖先数量 是十亿亿 哎 出问题了 十亿亿 怎么可能啊 根本就不可能 对吗 因为地球上 从有人开始 到现在 他也没有十亿亿人呢 对吗 这已经超过地球上 生存过的人的 总数的几千倍了 根本就不可能 有这么多的人 那么 我们怎么解释这个问题 对 对于这个问题 其实最直观的解释 或者说 最简单的解释 就是 我们这里头 有好多是亲戚 我们的这一线 并不是一个 陌生人和一个陌生人 加起来 就生住下一个 再跟另一个陌生人相遇 再生住下一个 并不是这样 这里头肯定有 很多很多的亲戚 而且这种亲戚的联姻 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 是大量存在的 当然 因为遗传的关系 我们小心翼翼的隔一带 去跟这个再去结婚 或者说我们现在 这个婚姻法规定 说这个三代以内啊 就这个叫什么 三 血亲啊 三代以内 不能结婚 虽然我们现在有这样 但是在过去 很显然人类并没有注意这个问题 如果说没有这些近亲的因素的话 那么你也不可能在这 你这一条线上 不可能存在十亿亿个祖先 你这一个线上 很有可能 有上百万 甚至几百万的祖先 曾经有过近亲的 这个问题 啊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来说 我们每一个人 毫无例外 都是近亲的产物 当然是 为什么 我们很正常呢 我们很健全呢 我们未必很正常 我们也未必很健全 啊 你还是先别这么想 但是我们是幸运的 因为 很显然 没有这些 没有这些人 这个近亲在一块繁殖 怎么会有我呢 对吧 所以 你母亲这一边 的某一个远亲 很有可能跟你父亲那一边的某一个远亲 他们结婚了 实际上 如果说 在中国范围内 你找到的女朋友 如果这女朋友 也是汉族人 啊 或者说 她不是什么 这个边陲少数民族 如果你的 现在的这个男朋友 或者女朋友 就是同一民族 同一国家的人 祖上就是这儿的 那么你们 非常非常有可能 就有某种血缘关系 所以下次你出门 到公园遛弯的时候 你听这个 老头那吹呢 我啊 孔子第七十二代玄孙 啊 你可以直接过去说 哎 巧了 我也是 啊 我也是 因为我们都 一样的 啊 我我也是他的这个什么 因为不管是从字面上来说 啊 还是从本质上来说 咱们都是一家人 啊 玄孙 啊 不是 那个 哥们 啊 可是啊 本质上来说 我们虽然都一样 对吗 我们的相似程度 到底有多少 如果说 我们把我们自己的基因拿出来 去跟另外一个人类 做对比 不用说是跟你的本地人 还是跟什么人啊 都不用 啊 就跟人类 随便从地球上找一个人类 你会发现 人和人之间的基因的相似程度 达到了99.9% 全都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说 因为有了我们这99.9%相似的基因 所以我们管我们自己叫做人类呢 你先别着急 还不一定 还不一定 那这千分之一的差异 基因的差异 每一千个核干酸里头 就只有一个 就这一点点差异 就赋予了我们个性的基础 就是之所以我是我 你是你 你跟我不是一个人 对吧 要是咱俩百分之百相似 那不成克隆的了吗 对吧 那那地球上活的全是克隆军团啊 啊 那那 这地球上活的人就都一样了 就因为这百分之千分之一的 一千个核干酸里头有一个的 这么一点点差异 就赋予了我们不一样的生命 所以其实没有一个所谓的 说单一的人类基因组 这种东西 因为就这千分之一的差异 可是我们就突然发现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基因组 都不一样 因为它本质上就是不一样 有百分之零点一的差异 那就不是差异 那也是有差异的 所以根本就不存在什么 所谓人类标准基因组 这东西 因为没有人是一样的 否则的话 咱们就全长一模一样了 全一模一样了 就是因为我们的基因 在不断的重组 每个基因大体上是相同的 但又不是完全相同的 就让我们变成了现在这样 既是许多的个体 都不一样 但我们又是一个什么呀 同一个种群 我们叫做智人的种群 人类的种群 但究竟什么东西是基因组 什么东西又是基因 听过我们生命算法的朋友 当然已经很熟悉了 对 基因 你天天 那又说基 天天就是基 基因 基因 基了半天 基好几十期 大家都很熟悉 但是还是有很多朋友 不是特别的了解 那么我们还是从头 跟大家聊一聊 啥叫做基因 基因首先 我们先从细胞开始说 细胞内部有一个细胞核 细胞核里头就是什么呀 就是你现在在画面上看到的这些东西 这些很色情的小棍 一套一套小棍 染色体 染色体这个名字 为什么叫染色体 是因为它很容易被上色 所以我们就管它叫染色体了 一点这个颜料 它就上色 它就染色了 所以它就染色体 这名字就这么传 染色体 一共46条物质 一绝一绝的物质 其中23条 从你妈那来 23条 从你爹那来 你体内的每一个细胞 它们里头 99.9999的 都携带同样数量的染色体 只有极少数极少数极少数例外 这些例外是什么 就是红细胞 还有一些免疫细胞 还有卵子细胞 卵细胞和精子细胞 因为不同的组织系统的原因 它们并不携带完整的基因包 就除了这些例外以外 剩下的99.9999 通通通通都是一样 里头携带的东西都是一样 染色体包含着一整套 维持你生命所需的必要的指令 它们就是一长串一长串 非常小 但是非常神奇的化学物质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DNA 它的中文的学名 脱氧核糖核酸 你在生物课上肯定学过 它就是由这玩意儿组成的 这是地球上最非同寻常的一种分子结构 DNA存在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会有DNA 它的原因只有一个 至少从目前我们了解的原因看 它只有一个 就是生成更多的DNA 不停的将自己复制下去 你的身体里头有很多很多的DNA 你的每一个细胞里头 如果我们能把这个DNA给它撑长 给它撑成一条直线 有多长 你每一个细胞里头有两米长的DNA 每个长度的 每个单位长度的DNA 里头就有32亿个密码字母 这32亿个密码字母 能产生多少种组合 10的 348 0000000次方 这么多种组合 所以 1的后面 要有30多亿个零 如果你把它写成1000 你要写30多亿个零 你要是光把这个1000 那数给写出来 5000本大小一样的书 大概就是这样 所以 你要接受一个事实 你含有1亿个体细胞 每一个体细胞里的 就是两米长的DNA 就这么长 所以你要是能意识到 你自己生了多少这东西 我靠 我告诉你 你身上DNA的长度 总长能达到2000万公里 地球到月球 你可以来回好几个 往返好几个回合 所以下次再有姑娘说 我说你真短 你真短 你大嘴巴扇他 放屁 我哪短 我哪短 我告诉你 把我DNA撑出来 2000多万公里 戳死你 对 都这么长 所以下次再会说你短 别听他的 你不短 你很长 你记住你很长 当然我们是不可能 把我们的DNA都撑出来 给你说我爱你爱到骨头里 我把DNA撑出来给你看看 然后你也没这本事 撑出来你也获诺贝尔奖了 所以就是一句话 说半天 DNA为什么会存在 就是为了生成更多的DNA 那你又为什么存在 因为你就是制造DNA用的 或者说DNA是用你来制造自己的 那你的身体 整个身体的设计 就被设计成非常酷爱制造DNA 没有你的身体 DNA不能复制 但是没有这些DNA 你又不能生存 它随便复制错一点 你就完蛋 你马上你就完蛋 但是DNA自己本身又没有生命 其实分子就没有生命 对吧 什么分子都没有生命 但是DNA更特殊 它可以我们尤其说 它尤其没有生命 如果我们用这个 理查德莱王顿的话来说 这就是DNA到底是一什么东西 DNA是生命世界中 最非电抗性的化学多性分子 你不用管这个学者到底说什么 这句话没人听得懂 他到底在说什么 他自己故意都不懂 它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DNA这个东西 是完全完全没关系 它是信息的 它是由化学物质形成的 多性分子信息的 它没有什么特性 你不用管它 这就是为啥 我们现在可以从调查一个凶杀案 调查凶杀案 大家知道 经常听着说 女探员在现场刮取了金斑 不是 刮取了血液样本 干枯的血液样本 刮取一些血末 然后回到实验室里的 惊讶的进行了DNA比对 惊讶的发现 哇 原来这个人在十年前也做过同样的 就是说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还 就案发之后 我们还能够从他的体液中 他的经班中 我们提取DNA 我们甚至可以什么呀 这法医只是其中一种应用 我们甚至可以从已经灭绝的 尼安德特人的骨骼里头 提取出尼安德特人的DNA 对吗 所以 这也是能解释 就为什么科学家用了这么长的时间 才破译出了一种 这简直是我们生命最原始 最原本的东西 就是已经原始到这样 但我们科学家竟然一直没有意识到 我们的人类 原来是由这些东西组成 没有生命的物质 非常神秘 但是又是我们身体的根本 惊讶两回 所以作为一种已知的实体 实际上DNA存在的时间 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 但是一直到了1869年 DNA才由一位德国人发现 这个约翰米歇尔 弗里德里希米歇尔 他干嘛 他研究 他在研究一名伤患 伤患那手术绷带 留了好多的话 农 他想知道这农 农业到底是什么东西 于是 他是地冰根大学 涂冰根大学 涂冰根 涂冰根大学的科学家 他把沾满农业的绷带 他就取了一小块 就开始在显微境界的研究 结果他发现了一种 完全不认识的物质 他当时也不知道 这东西是什么 所以他就给取了个名 叫核素 他发现这种东西 就寄居在这个细胞核里头 但是米歇尔当时只注意到 说这玩意是存在的 但是核素到底是什么 这成了一个谜 一直到23年之后 他给他叔叔写了一封信 他说叔叔 婶婶好吗 婶婶 很想念婶婶 反正就写了一封信 但是他跟他叔叔就提出来了 他说这个东西很有可能就是什么呀 就是遗传的原因 它可能就是导致遗传的原动力 这个观点很有洞察力 但是因为这个时候 才是1882年 实在是太早了 远远远远远远远超出当时的那科学认知 所以谁也没有注意到 米歇尔发现了核素 实际上他发现什么呀 染色体吗 对吧 所以在以后的半个世纪的大部分的时间里头 人们就普遍认为 说这个东西 现在我们管的叫DNA的东西 在遗传里头扮演的到底是什么 到底应该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色 因为这东西太简单了 这东西就是由四个 被称为核冠酸的基本物质组成的 什么意思 就是 它其实是一个字母表 这字母表上就四个字母 ACGT 就这四个字母 这四个字母现在图片的右下角 你看见了吗 短长 短长 就分成了四种 ACGT 就这四个编码 当然ACGT是我们后来赋予它的字母 它就这四个编码 你怎么能用这四个编码 谱写生命的故事 就是说生命都是由这四个字母组织前 这大家想象不到 实际上 到人类有了摩尔斯电码之后 人类才搞明白 别说四个字母 俩字母 两个字母都可以做到 摩尔斯码 你都知道吧 你看过这个吴建道吧 他在腿上敲 在石膏上敲 对不对 就是短长 这两个字母 就已经可以做到 我们可以说任何的东西 对吗 我可以发极其复杂电报 比如说 这一份 滴滴答答答的滴滴 滴滴答答滴答滴答 什么呀 这一篇 晚上有事 不回家吃饭 对 虽然很繁琐 但是没有问题 但是没有问题 就是说反正可以表述 所以你想想 摩尔斯码只有短长 只有这两个 这个标识 我们都有 我们都能 这个 这个 说自如表达 你更别说 ACGT四个字母 他当然可以了 对吧 所以就我们所知 DNA 其实根本不用做任何的事 他根本就不会做 他就静静的 在这细胞回头里呆着 然后呢 他就用某种方式 约束染色体 他可能根据指令啊 我给你加一点酸度啊 或者完成一些 特别微不足道的任务 可能在我们眼里 都无意义的任务 所以复杂的东西 它并不存在于DNA里头 复杂的东西 存在于哪呢 存在于蛋白质里头 但是如果没有DNA的话 那就会引发两个问题 首先DNA的数量 实在太多了 因为每一个细胞核里 都有两米长的DNA 对吧 所以它在细胞里头 起着非同小可的作用 最重要的是 如果你 你经常能在各种各样的 化验试验里头 它频频露面 哪都有它 对吧 这个尤其是什么肺炎囚菌啊 什么这个视菌体啊 这两种研究里头 DNA扮演的角色 实在是太重要了 因为有很多的东西 里头就只有DNA 它其他啥也没有 它没有蛋白质 它只有DNA 所以那你想想 那一个东西 可以没有蛋白质 但它必须得有DNA 那这东西 那你说DNA这东西 它要重要到什么地步 所以DNA所扮演的角色 说明它的作用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头 远远远远 被人类低估了 我们现在 当然通过一系列的实验 我们突然发现 DNA在干嘛 在制造蛋白质 它不直接制造蛋白质 但是它在制造蛋白质的过程中 它扮演着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 因为这蛋白质长成什么样 造成什么样 是谁来决定的 是DNA来决定的 因为蛋白质 在细胞核外生成 对吗 所以说 细胞核外生成 那么 它的蓝图在哪 蛋白质蓝图在细胞核内 在DNA身上 过去 没有人知道 那DNA是怎么把这些信息 传到细胞核外 传给蛋白质的 它是这么做到的 过去没有人知道 但现在我们知道了 原来这中间还有一种物质 RNA 这个核糖核酸 核糖核酸 中间起到的作用是什么 胖翻译官 就是那个翻译官 DNA有自己的四个编码 ACGT RNA会把它翻译成一个RNA的语言 然后 蛋白质就能够解构 RNA的这个语言 再把它换为蛋白质的语言 所以RNA是中间那个胖翻译官 黄军说了 这个只要你投降 队长只要你投降 这个给你荣华富贵 锦衣玉食 就这样 所以 这种翻译作用 因为DNA跟蛋白质用的完全是不同的语言 所以我们用一张图 给你表示一下 你马上就明白了 DNA说的是ACGT RNA说的是 这个GUCA 再换成蛋白质 VHLTPE 就换成这些东西了 所以 整个的RNA 也非常非常的重要 这在生物学里头 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因为这太神奇了 我天哪 我们同一个身体组织 但是他们却说着三种完全不同的语言 在将近40亿年的时间里 DNA RNA和蛋白质 就在世界中 在整个生命的演化中 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但是 他们在40亿年 都没有进化出一个能力 就是说同一种语言 你说奇怪不奇怪 三个人在一块生活了40亿年 但是竟然 大家没有统一一个语言 大家使用的 仍然是40亿年前的 各自的编码 这好比一个人说的是英文 一个人说的是中文 一个人说日语 一个人说的是中文 要想中间交流 中间找一个英文翻译 咱们先把中文翻译成英文 然后再把英文翻译成日文 那边说话就反过来 就是干这个的 就是这么一套 极其让我们困惑的结构 在这个地球上运转了41年 所以在20世纪初的时候 我们发现了这些DNA RNA蛋白质 那个时候的科学家 他们之所以不是特别关注这些事 是因为他们觉得 可能是错的 可能这些通通都是错的 但是因为那个时候 还是在基因学的早期 那还没有那么多的试验 因为那时候没有那么多的试验器材 所以我们没法去印证 到底哪个是对的 哪个是错的 所以这个时候就有必要什么呀 做试验 但这试验怎么做 这试验需要一个很有灵感 非常绝妙的试验 于是这个时候出现了那个男人 托马斯摩尔根 1904年 也就是人们重新发现 上一期我们说了 人们重新发现了孟德尔那弯豆试验的 四年之后 这位摩尔根就开始致力于染色体的研究了 这个时候还没有基因这个词 基因还要再等十年 染色体是1888年偶然间发现的 之所以这么命名 就是刚才说了 是因为它很容易被染上颜色 在显微镜底一看就能看见 所以就叫它染色体 但是到了试验之交的时候 人们发现这个东西肯定不一样 这个东西就肯定不是说 它只是个染色的问题 但是没有人知道它是怎么起作用 甚至有些人 认为这些染色体 可能没有什么太大作用 就是大家都对说染色体 对这个细胞能有什么作用 大家都觉得很怀疑 摩尔根的伟大之处是什么 摩尔根是一个非常有耐心的人 他呢就想到了一种试验 为了实现这个试验 他用了六年的时间 因为啊 他要做的这个试验的 这个家伙太小了 这个东西就是黑腹果蝇 咱们在高中初中生物课里 经常会说果蝇 果蝇是什么都好 都没见过 就是你把你家垃圾扔点水果 然后你过个几天 你打开盖 然后你就会发现 就里头飞出好多小飞虫 那个就是果蝇 那个就是果蝇 他想到 他选择了这种黑腹果蝇 去做试验 这种果蝇 有好多别的名字 香蕉蝇啊 垃圾蝇 它非常非常小 这种果蝇啊 很小 很弱 没有什么颜色 黑腹果蝇 肚子上还有一点点黑色 甚至你这个其他的果蝇 好多就是白色的 这种东西在日常生活中很常见 到哪都有 为什么拿它来做试验样品 因为它繁殖非常快 而且它体积小 它占的空间特别特别小 而且它几乎不用消耗什么食物 你在一个瓶子里头能养出好几百万只的 虫卵到成虫就十天左右 而且果蝇有一个特别特别特别有用的一个特点 这特点是什么呀 就是它只有四对染色体 用它们做实验非常的方便 对吧 你选一个染色体特别多的 那就大时候咱分不清楚了 这四对染色体特别方便 怎么变化 很容易就能观测到 所以就在哥伦比亚大学 谢摩尔红楼里头 一个小小的实验室 后来这个实验室 因为这个实验 因为摩尔根这实验 就被命名为叫果蝇实验室 摩尔根跟他的同伴 就搞了这么一个课题 他们开始小心翼翼的培育杂交数百万只果蝇 甚至有人说 他可能养了好几十亿只 但是这个也没什么奇怪的 因为这果蝇一个瓶子装好几百万只 你想想 他养了几亿只 我觉得也很正常 这果蝇的观测太难了 因为它太小了 它就拿镊子夹着 然后放在珠宝商的放大镜下 才能看见果蝇到底长什么模样 然后因为你要不断的杂交它 你要不断的去让它体现 显性遗传和隐性遗传的特点 所以他要不停的观察 摩尔根每天就夹着戴着一个眼睛的放大镜 就在那看果蝇 结果这试验一下就做了六年的时间 在这六年里头 他们想尽了一切办法 让果蝇变异 如何变异 于是他们刚开始用X射线去照果蝇 或者在什么明亮的光线里头 培养这个果蝇 或者在黑屋子里头培养果蝇 等会儿 这个斗鱼的直播卡了 斗鱼的这服务器又不行了 现在 怎么整呢 斗鱼的服务器现在又掉线了 这个 连不上 怎么办 有声音 我知道有声音 但是他这个 他这服务器 现在一会儿有 一会儿没的 不行 那这个斗鱼这服务器还是不行 我重新推一下流啊 我重新给这个斗鱼推一下流 现在应该好了吧 现在应该好了吧 好像还是不行 他这服务器 他这服务器老掉线 我没办法了 等一会儿吧 等一会儿吧 我先把这个录音先关一下啊 哎 好了 他这服务器现在连上了 他这估计 他这个 对 他那服务器估计要睡觉了 完了 又掉了 刚说好点又掉了 那这个喜马拉雅朋友 再听会儿歌吧 了吗 我先把这批评一下 哦 这服务器估计要睡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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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也不太清楚 但反正这个服务器 它大概是每过15秒 它会闪断一次 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是它登陆的问题 还是说他们线路的问题 目前反正是看起来 是应该恢复了 但是它每过十几秒 它可能会闪断一次 你看又不行了 现在又不行 咱们反正那个什么 如果你们听不了的 就切一下音频 肯定是看不见这图片了 但是你们就切一下音频 刚才讲到哪了 我说着 我们往回稍微倒一点 因为这斗鱼一卡的话 它前面那个讲就没有了 所以摩尔根 用了六年的时间 在这六年的时间里头 他一直都在想办法 如何让果蝇产生变异 他想到了很多的方法 用了很多的方法 比如用X射线照它 在特别亮的屋子里头养它 在特别黑的屋子里头养它 他甚至想到说 把果蝇放到烤箱里头 用低温去烘烤果蝇 他还想到把果蝇 放到离心机里头 转甩 猛烈的摇晃 就用这些方法 折腾这点果蝇 这些果蝇就在这种 极端环境里头 一代又一代 一代又一代的繁衍 但是六年过去了 他们发现 这些方法通通都不奏效 没有用 一直到摩尔根 他觉得已经绝望了 他觉得可能没戏了 果蝇是不会变异的 就在他要放弃的时候 突然之间 他发现了另外一种果蝇 突然就在这瓶子里头出现了 这种果蝇跟之前的果蝇的颜色 没什么区别 只有眼睛的颜色有区别 过去的果蝇的颜色是红眼睛 但是这个果蝇的眼睛 是白色的眼睛 有了这个突破之后 摩尔根跟他的助手们 才开始有了一点信心 于是大家再接再厉 但至于这个白眼睛的果蝇 是怎么来的 那不知道了 但是因为这个白眼睛的基因出现了 所以在这个种群里头 出现了白眼睛的图片个体 他只要不停的去反眼 这个白眼睛就可以了 所以他就在这个白眼睛的 这一个谱系里头 跟踪他的后代 接着他就研究出来了特定的特点 跟某种特定的染色体之间的相互关系 因为果蝇只有四对染色体 所以到底是哪一对染色体出现了问题 导致了他白眼睛 这件事情是很容易就搞清楚的 如果你想一想 如果果蝇也有23对染色体 或者24对染色体 那你怎么弄 你就找都找不出来 你不知道哪一对染色体出了问题 然后这个才导致他白眼睛 对吧 但是四对就很容易搞清楚 所以这个试验就是遗传学的铁证 那么很令人满意的证明了 染色体跟遗传有直接的关系 肯定染色体 因为就四对染色体 中间某一对出了问题之后 那么遗传到了下一代 那么下一代之后 全都是白眼睛 这就是最关键的作用 不过呢 在下一个生物学上复杂的层面上 问题依然存在 这就是有些神秘的基因 以及构成他们的DNA 非常难于分解 非常难于研究 一直到1933年底的时候 摩尔根终于得了诺贝尔奖 到那个时候 其实还有很多的科学家怀疑 就是说基因到底是什么 基因到底是摩尔根 到底是真实存在的 还是说这是一种想象 就是人们很难达成一致意见 一种在细胞活动中 具有如此至关重要作用的东西 但是科学家们往往特别的谨慎 你看这在我们之前的科学史上 讲过很多这样的例子 越是这样的理论 越是这样革命性的 科学家越是会非常的谨慎 他们不愿意承认 为什么因为如果一旦承认了 那么就意味着 很多人研究一生的工作 全垮了没用了 就像当时相对论出来是一样的 相对论出来以后 那经典力学的这些人 那就整个这体系坍塌了 对吧 所以这是让人非常非常惊讶的 那个时候的很多的科学家 都不愿意承认 都不愿意承认 说基因是真实存在的东西 但是毫无疑问 我们知道我们拥有基因 但是我们不知道 他们对我们在做什么 他们到底是如何存在的 如果有的话 在很长时间里有基因也是这样的 那对于摩尔根同时代的这些人来说 你可以从身上取下一个基因去做研究 这种想法非常非常的荒谬 那个时候的人认为说 从我们人类身上取一基因研究去 怎么研究 就像今天说 如果放在今天说 科学家咱们把你的意识抽一树 抽一丝 然后咱们在显微镜底下看看 就跟今天说这个是一个道理 那个年代说把基因拿出来研究 就跟你今天说 我把我思想拿出来研究 然后咱们看看是一样的 所以当时可以肯定的是 就是某种跟染色体相关的东西 支配着整个细胞的繁殖 1944年在曼哈顿的洛克菲勒研究所里头 有一位加拿大科学家 非常的害羞的宅男 等一下 还在卡是吗 现在还在卡是吗 这个 我现在看不见卡了 因为现在这个服务器是正常的 但是会闪断 就是他还是会过几秒 他可能有可能会闪断一下 但是很快就能连上 所以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 这位加拿大科学家奥斯瓦尔德 埃弗雷 他领导的一个小组 做了15年的试验 终于在一次试验上取得了成功 他这个试验做了15年 到底是做什么 其实用我们今天的标准看 这试验非常非常的简单 就是把一株不致病的细菌 跟一个致病细菌的DNA混合培养 然后让这个细菌具备传染能力 就这么一个试验 这个试验竟然做了15年 但是15年 最后他成功了 他成功的把一个可传染的DNA 嫁接到了一个不可传染的物种上 这样的话 就向全世界证明了 DNA不是什么所谓的惰性分子 DNA是活的 DNA是一种非常非常活跃的信息载体 所以后来 这个奥地利的生物学家 这个查加夫 艾尔文查加夫 他曾经说过 他说就埃弗雷的这个发现 就光是这一个发现 就够得两次诺贝尔奖 给他一个 实在是太少了 应该给他两个诺贝尔奖 等会儿 这个斗鱼是真的是 他这台服务器真的已经是卡的 就刚说完吧 然后每过几秒掉一下线 每过几秒掉一下线 真的就是这样 我这样吧 我呢现在把斗鱼这 我把 我再换一下他这个推流的服务器吧 因为斗鱼现在 原来有四台推流的服务器 现在只剩下两台了 估计过一阵 可能就只有一台了 我呢 我现在 但我先用的就是这台比较空闲的服务器 但是还是推成这个德行 就是他这个他这个推流 等会儿吧 那我我就 我再重新推一下 我再试一下 实在不行呢 我关一下这个直播间 但我们这个录音呢 我们先不停 就苦了这个 苦了这个听录播的朋友了 还是不行 我切一下推流服务器吧 肯 那我需要 优优独播剧场——Yo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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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这台服务器不行了 然后我所以我换到那台服务器上就 然后结果现在那台服务器也不行了 现在就我又我又切回来了 因为原来是有四台你可以选 然后有一台是专门给这个海外线路的 现在没有了 现在没有海外那台了 现在就都是都是这个推国内流 然后这服务器就不停的掉线刚才 现在好了 现在应该是不卡了 所以我们继续 今天这专题讲的实在是 实在是太痛苦了 我们接着说 奥斯瓦尔德埃夫雷领导的试验 这试验其实很简单 就是把不致病的细菌 跟致病细菌的DNA混合 它证明了 因为这是两种不同的细菌 它证明了另一个物种 或者说另一种细菌的DNA 完全可以嫁接到这个物种领来 所以呢 DNA肯定不是什么惰性分子 它肯定不是什么被动起作用的东西 它一定在遗传过程中 起着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 那么这些信息到底 它对我们人类有什么意义 或者说对整个生命有什么意义 所以埃尔文查加夫后来说 这是奥地利的坏学家 他就说 他说就埃夫雷的这发现 就光是这发现 我告诉你 得两次诺贝尔奖 没问题 就这一个发现 就值得给他两次诺贝尔奖 但很遗憾的是什么呀 埃夫雷遭到了研究所 这一个同事的反对 这个人就是米尔斯基 米尔斯基这人 没有人喜欢他 大家都不喜欢 这人特别顽固 而且他是一个什么人 这就是新科学领域 受到的旧科学领域的阻力 他是研究蛋白质的 他是蛋白质研究学者 如果他承认了DNA的话 那他前半生都打水漂了 因为原本的蛋白质 是独立存在的一个学科 现在你说蛋白质 是按照DNA的图纸才生成的 那他前面的研究 就全都打水漂了 所以这位米尔斯基 他就非常反对 他说这就是扯淡 他利用他手里头的所有的权力 去打压贬低埃夫雷当时这个小组 用15年做的这个实验的结果 他甚至因为他的影响力特别的大 他甚至干了一个事 他给斯德哥尔摩这边施压 他让斯德哥尔摩方面 就不要授予这个埃夫雷诺贝尔奖 埃夫雷当年已经66岁了 所以他也不想打这个架了 他跟这个米尔斯基就吵这个嘴 实在是这个没有这个经历了 有那经历还搞研究呢 身心疲惫 他忍受不了这工作压力 然后也忍受不了这个争论 因为这个米尔斯基 用他的影响力在整个学术界 挑起了一堆人去攻击他 结果埃夫雷面临着压力 他受不了 所以他就不干了 从此之后 他再也没有进行过任何研究工作 他就养养花 钓钓鱼 然后就退休 过过退休生活 抱抱孙子就干这次了 所以这就是生物学界的第一场恶斗 基因工程出现 基因学出现以后的第一场恶斗 但是后来的试验完全证明了埃夫雷的理论 对吧 现在成为了我们的一个常识 所以没过多长时间 就在埃夫雷跟米尔斯基的这场争论之后 没过多长时间 人们就开始把注意力投向了DNA结构了 大家就都要去搞清楚这个DNA的结构 到底是什么东西 如果你在20世纪50年代 你跟人打赌 你说谁会破 谁会最后破译这个DNA的结构 到底谁会先告诉我们DNA是什么东西 那个时候的学术界 只有一个人 这人是谁啊 加州理工学院的刘易斯鲍林 只有这么一个人 因为他是当时分子结构的权威 如果你20世纪50年代 你说打个赌吧 我跟你赌一下 你压谁 我估计99%的人会压给这个鲍林 鲍林是无与伦比的天才 他是X射线晶体领域的先驱 因为没有X射线的话 你怎么去看DNA的结构 对吗 所以就是这项技术 后来在破译那个DNA 到底是个什么结构的这个过程中 起到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 鲍林一生有很多很多成就 他得了两次诺贝尔奖 他1954年得了一次化学奖 1962年得了一个不存在奖 得了一个不能说的奖 可是在DNA研究这方面 这个人犯了一个错误 他虽然是当时当之无愧的学界权威 但是当他去给DNA下结论的时候 他非常武断的他说 我认为DNA一定是三螺旋结构 一定是三螺旋结构 而不是后来我们熟知的双螺旋结构 所以就因为首先猜了三螺旋 三螺旋就产生了一个经典的物理问题 三体问题 当然这个三体问题是广义的三体问题 不是那个狭义的三体问题 这结构没法确定 对吗 那到底是谁复制谁 DNA到底是哪个结构是主结构 哪个结构是这个从结构 因为定了三螺旋 所以没法就这路就走偏了 就没法走上正轨 所以鲍林本来很有希望 成为真真正正的DNA先驱 但是这个希望最后让他自己给猜错了 那么接下来还能够研究 就是还有可能揭开DNA秘密的 就只有四位英国人了 这四个人都是英国科学家 这四个科学家不是一个小组 他们是两个小组 其实严格来说 他们是分成了三个小组 四个顶尖科学家分三个小组 这四个科学家 为什么分三个小组 因为算是三拨人 三拨人之间都有矛盾 互相之间不理睬 很大程度上 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所谓的基因学 所以那个时候 他们这四个人去研究这些东西的时候 这领域都是新人 新领域 新手 没有经验 谁也没有 这四位中最有名的是莫里斯威尔金斯 莫里斯威尔金斯 大名鼎鼎 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他给英国做原子弹 给英国人做原子弹 后来图纸提供给了曼化顿工程 同一时期 还有另外两个人 罗萨林 富兰克林和弗朗西斯克里克 克里克是很熟悉 因为在生命算法里 有提到过这克里克了 罗萨林 富兰克林 是一美妞 是一美妞 当时的罗萨林 克兰福林 长这样 很漂亮 他们都任职于英国政府 研究采矿 然后呢 克里克是研究搞这个炸药的 搞这个爆破 都是为战争服务 这个罗萨林 富兰克林 他们俩是这个 他是负责采煤的 采矿 那后边是搞爆破 然后威尔金斯做原子弹 这四个科学家 前三个科学家 都有军方背景 都有为英国服务的背景 第四位科学家 非常的年轻 这第四位科学家 不是英国人 他是美国人 但是他是英国科学家 因为他是后来 他到了这个剑桥大学 这是詹姆斯沃森 这是真真正正正的 那个神童 詹姆斯沃森小时候 有一个电台节目 就是那会儿 广播节目 叫儿童智力竞赛 他是儿童智力竞赛的一个雷主 你知道什么叫雷主 就是说别人挑战我 挑战不下来 大家都想上我 但谁上不了我 就是那种 就是雷主 他神童 十五岁就考到芝加哥大学里了 就上大学了 你十五岁干嘛 可能刚学会 路串 人家进芝加哥大学了 22岁人拿博士学位了 你拿博士学位多少岁了 活着现在你也没拿到博士学位 22岁人就拿到博士学位了 所以这是真正的一个神童 然后他毕了业以后 直接就被英国建桥大学的 卡文迪去实验室 这个实验室在我们的专题里 大命定定了 就直接就要走了 说这个人不管给多少工资 我们都走 1951年他刚刚23岁 长着一头乱蓬蓬的头发 然后就去了卡文迪去实验室了 成了一名优秀的英国科学家 从照片上看 这个我们可以形容一下 就是说这哥们儿 这个不修蝙蝠的样子 说这脑袋好像什么铁的 被这个磁铁给吸过 给拉过似的 就是有点这个意思 不太修蝙蝠 当时呢 他的同事 同样在卡文迪去实验室的 克里克 克里克当时比他大12岁 已经跟我一边大了 35岁 35岁配23岁 克里克35岁了 还没有拿下博士学位 怎么也通过不了 克里克长得稍微舒适一点 但是呢 沃森不是特喜欢克里克 因为这个沃森啊 觉得克里克说话 声音太大 吵吵闹闹 很喜欢跟人家辩论 然后他这个观点 别人就得承认 要不然这不行 然后呢 关键是这个人啊 就是因为他35岁 没有拿到这个博士学位 所以呢 你知道在卡文迪去实验室里 没有博士学位 你还混个屁啊 那你就是个小弟一样的人物 所以三天两头的 被人呼来喝去的 说这个 克里克 去给我买杯咖啡 克里克 我们家没有酱油了 你就给我打瓶酱油 就这样 所以这克里克 就当时就这么一形象 就这俩人凑一块去了 两个人 他们都不是正规生化 生物化学方面的这个训练 他们都不是这个专家 虽然是神童 虽然是克里克 你想想他做炸药的 对吗 他都不是生物化学 他是化学 但是他是做炸药的 所以这俩人凑一块去了 这俩人凑一块去了以后 两个人首先就聊啊 他们也是这个聊聊聊 说说 说这个DNA到底应该怎么研究啊 两个人都很早以前就有一个想法 就是两个人都很聪明 他们俩都有一想法 他们俩都认为说 我们要想研究这DNA 我们首先要得知道 这DNA到底是啥形状 它到底是三螺旋 还是双螺旋 那鲍林说是三螺旋 他咋没把它旋出来呢 对不对啊 所以 他们两个认为 三螺旋肯定是不对的 所以呢 那就得证明 到底它是不是双螺旋 但是这两个人 没有相关的专业知识 因为没有生物化学 这个相关的专业知识 所以两个人 他们俩人设计的东西都是什么呀 就是得少费力气 得少需要专业技能 就得用这些方法 就最好是 比如沃森自己说 沃森当时说 他说我就希望 最好别用任何化学知识 咱们就能把这个基因的问题 就给他解决了 所以 这俩人就想用通过这么一种方法 就先搞清楚 最简单的就是他们的外形 那这俩人 当他们向校方 向卡文地区实验室 去提报他们的研究 这个计划的时候 卡文地区实验室 义无反顾的拒绝了 说你研究它干嘛 你还不如研究炸药去呢 你研究这玩意干嘛 当时没有人去觉得 说这东西有什么用 然后勒令 这个卡文地区实验室 我告诉你们 你们俩要是敢开展这种研究 开除 所以这俩人没办法 只能瞒天过海 偷偷搞研究 沃森呢 说我现在搞这个晶体方面 其实他搞X光了 然后呢 克里克呢 他说我做这个炸药 我现在也需要这个X射线演射 我演射大型分子 我要搞这么一个论文 这就是我那博士论文 俩人就凑一块 就搞这个去了 于是这一段故事 这就成了一段佳话 克里克沃森 这俩人几乎把后来 所有你提到DNA的那荣誉 都归他俩了 但实际上这俩人 我刚才说了 他俩不是专业的生物化学研究者 他们所有的成果 其实都建立在竞争对手之上 但是你不要一听 这俩人这么下作 原来DNA之父如此的下 他们俩不是下作 是竞争对手 太下作 竞争对手送给他们的 所以他们的成果并不是偷盗来的 也不是强占来的 是偶然捡来的 偶然捡来的 实际上在他们俩从事这个研究之前 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威尔金斯 已经开始 还有富兰克林啊 他们俩已经分别开始研究这个 而且远远的走在这两个人的前面 威尔金斯跟富兰克林两个人 其实当时已经搞清楚了DNA的 到底是什么结构 只不过这俩人出于一个原因 他们竟然没有说 威尔金斯是一新西兰人 这个人很内向 他内向到什么地步 他不敢跟人说话 就是他几乎不在任何场所露面 而且他不跟陌生人说话 1962年 他因为破译了DNA结构 和这个克里克和沃森 一块分享了这个诺贝尔奖 他们仨人是分享了这诺贝尔奖 可是1998年 这个美国公共广播公司 就是这PBS 拍那个PBS超新星那个 PBS这个纪录片里头 在说当年这段故事的时候 就没有提到这个威尔金斯 富兰克林 其实才是这里头最关键的一位 就是这美妞啊 当然这美妞 这是当年轻的时候美妞啊 他其实后来是这样 也不丑啊 长得其实特别漂亮 富兰克林其实是最重要 而且在最富神秘色彩的一位 沃森后来写的那本 那个双螺旋 算是他的自传吧 他呢就说 这富兰克林这个女的 脾气特别的古怪 不可理喻 守口如瓶 绝不跟人合作 而且这个人故意 他不化妆 他不想有女人味 他想当一个强人 想强人 所以沃森给他的评价 说这个人没有魅力 但是如果他稍微打扮打扮呢 其实还是很漂亮的 但是富兰克林 在这方面令人失望 他不化妆 不用口红 完全是一个 女权主义者 但是在破译DNA结构的研究方面 富兰克林可远远的走在 这三位男研究者的前方 富兰克林早就通过 X射线晶体演射 获得了最好的DNA图像 这项技术 正是用的 刘易斯鲍林的技术 鲍林自己没有去看 但是这个富兰克林 他去看了 但是DNA分子 是非常小的 非常非常难以琢磨的 所以鲍林 他没有在这方面 去花这个气力 富兰克林 仔细的去 发扬了他这个研究 结果他得到了 最好的成像 他其实当时 已经有了DNA的结构 但是呢 这女的 因为她太古怪了 这个结果 她从来没有公开过 这个结果后来 被证明 一直锁在她的办公室抽屉里头 他根本就没有拿出来公开过 而且他不光没有公开 他还经常去误导别人 他不想跟人分享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在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女人 还不像现在的女人 现在的女人 我没房没车 你别跟我说话 那个时候的女人 那个时候女人 那时候是一男权社会 尤其是搞科研的 女性研究人员 那个时候 你给我做算数题去吧 你去 把这100个数给我加一块 那叫女性研究员 那会儿这个男 在男权社会 女性研究员 就这样 所以就有偏见 有偏见 不管这些女的科学家 他们职位有多高 成果有多显著 他们都不能进 那个学院的高级休息室 那个高级休息室 那抽血家的喝着酒 那都是男人 都是在那个地方 他都进不去 而且连食堂 他都不能坐在那个包间里头 他得在那个食堂的一个隔间里头 那是用餐 所以连沃森自己都认为 说哎呀 当时对这个富兰克林 对这些女性研究员 确实特别不友好 因为那你想 在这种环境下 你搞研究 他就得经常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而且还得这个不断的受到受到 那居里夫人当时 那不是一个级别 居里夫人都不能算夫人 他算男的了 事实上只有一个居里夫人 所以他如果公开的话 那么这个研究成果 他就必须要分享出去 那分享出去了以后 还有没有他的事 不知道 现在面前的 就放在这富兰克林面前的问题 就是有三个男的 急于知道他那抽屉里到底锁着什么 这三个人 这个想尽一切办法就想知道 但是呢 他就是不说 后来连威尔金斯 威尔金斯跟他是在一块的 都是这个国防学院的 国防学院就是现在崖巴那个学院 伦敦大学国防学院 亚巴尔研究脑科学的博士 威尔金斯跟富兰克林 他们俩后来也产生了分歧 因为就连这个 这个威尔金斯 富兰克林都不把研究结果 完全的告诉他 完整的告诉他 但是因为成像这个事 是威尔金斯做的 所以威尔金斯知道一部分 他的研究结果 所以呢 这俩人后来之间都 都产生这个裂痕了 都觉得互相之间都开始讨厌了 所以这个时候 沃森跟克里克 他们俩就利用了这一点 利用了这两个人之间的这个分歧 他就去联系了威尔金斯 沃森去找了威尔金斯 威尔金斯后来跟这个沃森 谈了一段时间的话 具体俩人谈什么呢 就不知道了 但是威尔金斯后来就站在了 沃森他们这一边 因为富兰克林越来越古怪 富兰克林的研究表明 DNA的结构毫无疑问是螺旋结构 双螺旋结构 但是他还经常向外边扔这个障眼法 他说什么 他比如1952年夏天 他突然就在国王学院物理学院附近 物理系这附近就贴了一张纸 然后这张纸上写什么呢 我们非常遗憾的宣布 DNA螺旋于1952年7月18日 星期五与世长辞 希望威尔金斯博士为已故的双螺旋 致道词 你看 奇怪不奇怪 就明明他已经知道 DNA是双螺旋结构 但是他就故意搞了这么一个障眼法 他说这个DNA不是双螺旋的 已经这个理论已经去世了 由威尔金斯博士过来致道词了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1953年的1月 威尔金斯把富兰克林DNA结构的 X射线的那一演射照片 拿去给沃森看了 没有跟富兰克林打招呼 也没有得到他的许可 就直接拿过去看了 这件事情对于沃森的意义 太大了 太重要了 很多年以后啊 沃森才承认 说我告诉你要没有当年 威尔金斯的这个反水啊 这我们俩都要放弃了 因为我们俩太外行了 这一张 这是真正行家搞出来的结果 我们看到双螺旋结构的时候 当时我们俩都要跳下来了 极大的鼓舞了我们 因为我们的猜测是对的 于是他们直接就通过他们的猜测 掌握了DNA分子的基本形状 和一些其他重要的数据 很快 沃森跟克里克的这个工作 就坐着火箭一样 一切都顺理成章了 全都说得通了 有一次呢 这鲍林就跑到英国去参加会议 本来鲍林有可能在这会上碰到沃森的 然后呢 本来俩人如果碰见的话 那沃森肯定也会跟鲍林说这些事 但是很遗憾 因为当时搞这个麦卡锡主义啊 反共呢 所以很多的这个自由主义者啊 受到了限制 尤其是这么重要的科学家 不允许他出国 结果鲍林在纽约被扣在机场了 护照也给没收了 他没能参加这次会议 于是呢 这个克里克跟沃森两个人 他们倒是挺方便的 因为鲍林的儿子 也在卡文迪曲实验室工作 鲍林的儿子有好多他爸研究的那个结果 他把他爸的那研究结果都跟这二位分享了 所以你看又有世界顶尖的 晶体学的专家的儿子帮忙 又有这个最顶尖的生物化学家 搞出来的这个结果 给他们这个信心啊 给他们做这个导向 然后又有这么两位 一个神童啊 一个这个碎嘴的博士 所以这两个人突飞猛进的 就把双螺旋结构给搞出来 但是他们当时搞这个时候 仍然还有别人在搞 因为这个很多人还在搞 他们还是会被人这个 这个超过的这个可能性 所以他们两个 在搞清楚双螺旋结构之后 两个人几乎是把所有的事情都扔了 就是哪怕卡文迪去把我们开除了 我们也要搞 他们是把所有的精力都扔到这个DNA的研究工作里去 当时他们已经知道了 DNA里一共有四种化学成分 这四种化学成分在生物课里你已经学过了 线飘零 鸟飘零 包密钉和这个胸线密钉 这四种成分 总是以对应的方式配对排列的 他们把这四种形式做成了四种长短不同的这个纸板 在那摆 终于搞清楚 这四种东西是如何拼在一块 于是就在这个基础上 他们搭出了那个著名的模型 当今科学史上最著名的一个模型 螺旋的金属片装配成了一个双螺旋结构的 当然这还没装起来那个样子 于是在装好了这个模型之后 这二位把威尔金斯 富兰克林和其他相关的人都请过来看 所有行内的人 尤其是富兰克林 看到这个模型之后 脸都白了 因为所有内行的人 在这行业内的人 一下就明白了 他们已经解决了问题 而且比所有人更进一步的解决了问题 但是很遗憾 这里头就没有大美妞 富兰克林的事了 1953年4月25号 这个自然杂志上登了一篇 沃森和克里克写的900字的文章 何写的 这个文章就是著名的那篇论文 DNA的一种结构 然后在同一期杂志里头 其实还刊登了两篇分别 也由这个威尔金斯和富兰克林写的文章 但是呢 无论是这三方哪一方写出来的文章 都没有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因为那个年代有太多太多的大事发生了 1953年 这个埃德蒙希拉里正准备登珠穆朗玛峰 伊丽莎白二世 加冕成为英国女王了 所以这个很大时候 这大家公众上 对这种东西 生命之谜 没有什么兴趣 而且又是什么这个包密定 凶险密定的 听不懂 所以这个事情 只在当时的这个新闻记事报上 略略的提了一下 在别的地方都没有引起什么重视 结果罗萨林弗兰克林 他们没有 他没有分享这个诺贝尔奖 你看明明是四个人一块发现 而且其实罗萨林弗兰克林 是最最最最重要的一个发现者 对吧 如果没有他的研究结果 其实没有克里克和沃森的事 但是罗萨林弗兰克林 没有得这个诺贝尔奖 1958年 就在诺贝尔奖颁发四年之前 他死了 诺贝尔不发死人 诺贝尔奖不发死人 他卵巢癌 享年只有37岁 为啥得这卵巢癌 因为他这研究工作 要大量接触X射线 这个女的啊 大大咧咧 他不穿防护服 后来这个2002年出了一本 罗萨林弗兰克林的这么一个传记 然后就说 当时他这传记作家就说 说这个弗兰克林 在实验室里几乎不穿衣服 不穿防射服 经常就是 X光机器那开着 他过去就那摆弄那东西去了 他过去就直接就弄去了 当然这个奥斯瓦尔的艾弗雷 也没有获得诺贝尔奖 被他的同事打压了半天 米尔斯基打压半天 但是他也没有得诺贝尔奖 但是后来有很多人认识到了 说他这一点 因为他死前至少有一点是满意的 就是他看见了他的发现是正确的 对吧 所以这个罗萨林弗兰克林 这就是女性科学家 在二世纪五十年代 所获得的待遇 所以那你要说 这个今天的女性科学家 那么比当时女性科学家 怎么样呢 好一些 但是总体来说呢 有改观吗 改观也不是特别大 呵呵 所以沃森跟克里克的发现 实际上 一直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1987年 才真真正正被确认 就像后来克里克在他的书里写的 他说我们这DNA模型啊 从被认为似乎是有道理的 到似乎是非常有道理的 再到最终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一共用了多长时间 用了25年的时间 就算是这样 随着DNA 我们对DNA结构越来越了解 人们在遗传学方面的研究 非常非常的迅速 进展非常非常的迅速 到了1968年 科学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 进步的要是太快了 说生物学 继分子生物学 这篇文章的名字 就认为 遗传学的研究 可能已经接近终点了 没有什么可以研究的 对我们人类就是容易这么自满 这个凯尔文搞物理的时候 还有很多人劝他 不要搞物理了 物理学已经到头了 你接下来再搞 也就搞搞什么 这个燃油发动机了 说这个搞一搞 这个下一代蒸汽机了 搞一搞这个发电机了 你物理学已经没有了 人类就是容易这么自满 1968年的时候 就科学杂志 这么严肃的杂志 竟然下了这么一个金 但实际上 1968年 那是刚刚开始 就算咱们到了8102年 比如1968年 到了8102年的今天 DNA对于我们来说 仍然是个谜 当然 今天的DNA 当然 这谜是带引号的谜 就是说 比如说为什么 97%的DNA 啥也不干 我们之前在生命算法里讲过 有用的DNA 3% 97%的DNA 是无用的DNA 非编码DNA 自在基因 这些东西 到底干嘛用的 我们都根本就不知道 每一段里 你都会发现 就算是有用的DNA里头 每一段你都会发现 只有部分的区段 有用 大部分的段 我们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的 所以那这到底 这基因到底是在干什么 他们到底对我们有什么意义 就是我们到8102年的今天 我们也不能说 说这个遗传学的研究 已经接近终点了 早上呢 连开始还没开始呢 基因 不过就是制造蛋白质的指令 对吧 所以他们在完成这个工作的时候 尽职尽责 在这个意义上 有点像什么 他们就像是钢琴上的这个键 每一个键就能弹出一个音符 对吧 仅此而已 如果我们单独去看这一个键的话 这个键只有一个音符 这非常的单调 但是如果你把所有的基因 组合在一块的话 那就像你把钢琴的键 组合在一块一样 你就能弹出一个非常复杂的音乐 这就是人类的基因组 就是这样 基因组 我们换一种通俗的说法 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身体的设计图 或者我们身体指令的手册 这个设计栏图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你可以把染色体想象成一本书的一章 基因就是制造蛋白质的那个别的指令 指令里头写的那些单词 那些ACGT组织起来的单词 就是密码子 单词中的一个一个字母 就是减积 减积 我们老说减积 减积 减积 不是说让你减掉一个积 不是说这个意思 减积就是基因字母表里头的字母 ACGT 这都是减积 减积是什么构成的 减积这个时候又需要化学了 因为我们人类毕竟是一个生化的算法 这些信息都是以化学为基础的 减积就是由 刚才我们提到的 线飘灵 鸟飘灵 包密定 胸线密定 这四种核肝酸组成的 换句话说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 你在纸上写字 每一个字母 你写的是英文 每一个字母 这个字母的墨水 它是由核肝酸组成的 它是有机的 虽然它们的作用非常的重要 但这些物质并不特殊 这些物质 比如说鸟飘灵 为什么叫鸟飘灵 不叫熊飘灵 不叫猪飘灵 因为鸟飘灵在鸟粪里有大量存在 这种物质构成减积的物质 其实是哪都能找到的 非常容易找到 就像我们所知道那样 DNA的形状是个螺旋形状 对吧 螺旋形状 或者扭曲的楼梯 双螺旋结构 这种结构的支柱 就是脱氧核糖的糖组成的 这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东西 也不是什么特殊的物质 整个双螺旋是个什么东西 是一个核酸 所以我们管它叫脱氧核糖 核酸 横当 就那个碱基 跨越中间那空间连着 有两个碱基 就那个横当 看一下 看一下 我找一个大一点的 这个DNA的图 看那横当了吗 左边一个 右边一个 或者上面一个 下边一个 这中间 这中间 这个 空当 就是两个剪辑 你一对 我一对 它们只用两种方式配对 就是线飘龄 总是跟这个胸前密定 配对 线飘龄的这边 对面一定是胸前密定 鸟飘龄的对面 一定是包密定 所以当你把它看成一个楼梯的时候 这些字母就排列成了DNA的那个密码 记录这些密码 就是我们所谓的人类基因组工程要做的工作 人类基因组工程一直从92年开始搞到现在 搞了多长时间 他们在搞什么 他们在搞的就是不断的记录这种字母的组合方式 人类幻想能够通过把所有人类的DNA的这个字母排序都给它记录下来 然后我们就可以解开我们的密码 当然这个工作非常重要 不是说这个工作没有意义 但是这个工作后来大家发现原来基因是动态的 基因也是在不断变化的 基因是动态的 DNA最神奇的地方是什么 是它的复制的方式 当需要产生一个新的DNA分子的时候 两条单链就会从中间裂开 有点像是拉链 然后每条单链的一半会脱离开 形成一个新的组合 因为每一个单链上的每一个核甘酸 跟另外一个单链上的这个核甘酸要匹配在一块 所以每条单链只要有一半的这个链 就可以创造出另外一半的链 知道吧 因为都是对应的吗 就是这个线漂灵肯定跟凶险密定是配对的 所以它只要这边有一个 那边自然而然就会匹配上 所以它自己就可以 由它只要一半它就可以复制 它就可以叠加成另一半 所以只要你有一半的DNA 你只要有一条DNA的单链 通过必要的组合 你很容易就能重建出一条完整的DNA 那条单链就能复制出来 如果一条单链第一级是鸟漂灵组成的 那么你就马上知道 那它对半的那个单链的第一级肯定是保密定 要是你沿着所有啊 这个核甘酸配对的这个阶梯往下走 你就会获得一个全新的分子密码 这就是我们这个大自然 每一秒钟都在发生的事情 这个速度非常非常的快 几秒钟的时间 一个DNA的单链就复制完了 快的都让我们不可思议 在大多数情况下 我们的生命就是不断的 由单链复制双链 复制成双螺旋 再分裂 再复制 我们就是在不断的进行这样的复制 但是在极其偶然的情况下 有多偶然 每一百万次 大概会出现一次 有某个字母进入到了错误的位置 这种情况就被称为单一核甘酸多样性 这就是我们老说那个snip snip就是说复制错了 出错了出bug了 这些snip 这些错误 被埋没在非编码的这个DNA链里头 大多数情况下 不会对我们的身体产生任何影响 因为它会自动修复过去 把它覆盖过去 但是极其偶尔的情况 这些错误是不可修复的 当出现了不可修复的错误的时候 你就会感染上某种疾病 比如说我们现在所熟知的一系列 我们原来认为 说感冒这东西不可能是基因病 如果你用这种角度看的话 感冒也是基因病 你说心脏病这东西不能是基因病 你说错了 心脏病也是基因病 因为所有的疾病 从精神疾病 从你的抑郁症 从你的躁郁症 一直到你的心脏病 一直到你的感冒发烧 通通都是DNA的复制出错导致的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一切的疾病 当然对于遗传学来说 对于基因工程学来说 任何疾病都是基因病 没有什么例外 所以这些大部分 当然我们可以修复 但是小部分一旦修复不了 那么就完蛋 但是这些SNP 这些复制错误 除了导致我们疾病之外 还导致了一些什么呀 就是我们人种之间的变化 还有一些是产生了有力的作用 比如说皮肤的颜色 在某一个地方生活 那么会产生更有保护性的肤色 你比如在非洲我就黑一点 在北欧我就白一点 在海拔比较高的地方 我的红细胞数量就多一点 对吗 这种不太显著的变化积累 也是通过这样的复制错误来完成的 最终我们产生了人和人之间的极其细微的差别 但是从基因上看 这是极其细微的差别 但是从我们的肉眼上看 你颜色都跟我不一样 大哥 我是白的 你是巧克力的 咱俩怎么能说一样 就是说人和人之间产生的这些差异 通通都是这些小小的错误导致的 在DNA复制的整个过程中 精确性跟差异性必须要保持一个完美的平衡 如果差异性实在太大的话 那么就不是人了 对吗 因为人的基因99.9%是相似的 如果一旦差异性太大 那它就不是人了 但是如果差异性太小的话 又会降低这个物种在当地的适应性 所以类似的平衡 也必须存在于一种生物的稳定性和创新性里头 对于生活在比较海拔比较高的地方 某一个人或者某一群人 增加红细胞 会让它的活动和呼吸更加的顺畅 有更多的红细胞 就意味着你可以携带大量的氧气 你可以比别人携带更多的氧气 但是大家知道红细胞 会增加你血液的浓度 对吗 红细胞到时候你太多了 那血都好胶壮的 勾勒欠了 这样的话 你的心脏又不行了 你心脏这个蹦不动它了 这对于你的心脏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所以你可以看到 人类在高海拔地区生活的这些人 他们的肺活量虽然很大 但是他们心脏病高发 心脏出问题的情况非常非常多 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的理论 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在演化我们 在保护我们 让我们适应某一种情况 但给我们带来另外一种意想不到的情况 这就是能让我们理解 就是为什么我们人和人之间如此的相似 非常非常相似 虽然从肉眼上看 你跟黑人之间是有很大差异 但是从基因上来看 相似到不可思议 你们俩绝大部分 绝绝大部分是一样 所以进化这个东西 因为差异性和精确性保持在一个平衡上 你既会适应本地情况 你又不会变得太大 所以进化不会让你变得越来越独特 你无论如何也进化不成一个新物种 你永远是人 你跟我的千分之一的基因差异 就是由我们基因复制的错误来决定的 如果咱们再找一个人过来比 99.9% 我们之间都是一致的 但是咱们之间的复制错误 到底是哪一部分复制错误 那不一定 可能是在不同的位置 如果咱们去跟更多的人比 那你会发现 几乎所有人的那个基因的差异的位置 都是不相同的 这咱们我们谁也不知道 说哪个基因的差异 就导致我们 你是你 我是我 我不是你 咱不是都长一模一样 因为咱们有32亿个碱基 32亿个碱基 也就是ACGT 咱们有32亿个 32亿个碱基 地球上的某个人 某个地方的某群人 他们在哪个位置上 那密码是不同的 这都不好说 所以 不仅是那个人的人类基因组的说法是错误的 在某种意义上 咱们根本就没有一个所谓的什么人类基因组 咱们有多少基因 咱们地球上有多少人就有多少基因组 70亿基因组 因为如果我们去探讨基因组这个问题 我们要给人类建立一个标准模板的话 我们要建立的并不是那99.9%相同的部分 我们应该建立的是那0.1%不同的部分 但这0.1%不同的部分 我们人和人都不一样 我们怎么能去捕捉说我们哪个种群 人类到底是遵循于什么规律 咱们没有 没这规律 所以99.9%一样 没有任何的意义 你可以说所有的人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你也可以说所有的人都是相同的 这种说法也是没错 但是咱们仍然得解释 为什么DNA里头绝大部分 它们没有任何目的 DNA到底是为什么存在 它为什么没有目的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答案 是非常简单 也非常令我们茫然的 就是DNA的目的好像就是存在下去 咱们的DNA有97%是垃圾 什么都没有 就是一大堆的字母块组成的 它们存在的原因 非常的单纯 非常的简单 非常让我们困惑 就是它们要复制自己 换句话说 你体内的DNA 消耗掉你绝大多数的能量 你每天吃了饭 绝大多数的能量 是给了这些无用的DNA 这些DNA 它们并不为你服务 因为它们带不了 不能给你代表什么 带来什么 因为它们没有用 我们不知道它起什么作用 它们的作用 它们吸收掉你的养分 它们是干什么 它们服务自己 你只是在为它们吃饭 在为它们摄取能量 你在为它们效力 你的身体其实是它们的汽车 而不是相反 你会回忆 你会思考 你会干活 你会有梦想 你会郁闷 你会高兴 你会难过 但是对于DNA来说 它只是想复制下去 没任何意义 你想的任何东西 跟它们没有任何意义 至少绝大部分DNA 它不关心你想的什么 所以就算是DNA 包含着制造基因的指令 科学家们所说的 说为基因编一个密码 这目的也不是说 能维持有机体功能的正常运转 咱们体内有一种最常见的基因 反转路煤的蛋白质 这种基因就更让我们困惑了 我们到现在为止 也不知道反转路煤的这种蛋白质 它到底在人体内起什么作用 就是它正常工作的时候 它到底起什么作用 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告诉你 它唯一能让我们观测到的一件事 就是让像艾滋病病毒这样的 反转路煤病毒 神不知鬼不觉的 进入到人体里头 你看见没有 换句话说 我们人体它消耗我们的能量 我们人体用了很多能量 去制造一种蛋白质 但这个蛋白质 对于我们没有任何的益处 它存在的目的 反而是给我们致命的一击 我们的身体不得不这么做 因为基因已经发出了指令了 我们的身体 就是按照这个基因的指令去长的 所以没什么其他的解释 它只是为了延续它自己 而不是它为了延续我们 我们这个概念 或者说你这个概念 对于基因来说 没有任何的意义 目前我们搞清楚的 有超过一半的人类基因 除了复制自己以外 不做任何事情 消耗掉你的能量 只是为了一个单纯的目的 在你的体内 繁殖 复制自己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所有的生物 都是基因的奴隶 这就解释了 为什么会有牺牲个体 去延续种群的行为 为什么鲑鱼啊 蜘蛛啊 螳螂啊 这些生物在交配的同时 就死去了 繁殖后代传递基因的欲望 是这自然界啊 整个世界上最强有力的冲动 所以从进化论的观点上来说 性本质上 就是鼓励咱们将基因 传承给后代的一种机能而已 它只是你生命的算法中的 一个奖励机制而已 你通过性行为带来的高潮也好 快感也好 通通只是基因给你的奖励 当然 基因不是单独作用的 科学家们用了很长的时间 接受了令人惊讶的一个事实 就是DNA不做任何事 绝大多数DNA 其实不做任何事情 但紧接着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研究成果 就开始问世了 先是在德国 接着是在瑞士 研究人员们就开始做 一系列奇怪的实验 这些结果让人瞠目结舌 还记得果蝇吗 他们把控制老鼠发育 眼睛发育的那个基因 就移植到了果蝇的幼虫里头 他们本来以为会产生某种有趣 或者奇怪的东西 结果老鼠眼睛的基因 让果蝇不仅长出了一只老鼠的眼睛 同时还长出了一只果蝇的眼睛 这个图片 我就不给你看了 过于惊悚 你自己在网上搜一下果蝇 老鼠眼睛基因的图片 你看一看 这两类动物 这是人类的第一次 这两类动物 在长达五亿年的时间里头 他们俩分别拥有不同的祖先 但是人类可以通过自己的行为 去让他们像姐妹一样 像亲戚一样 交换基因 这别看了 因为特别的难受 我这么高预值的人 我都觉得难受 你就别看了 你自己搜一下吧 感情你自己搜一下 我可以先把果蝇给你放出来 同样的事情 无处不在 研究人员把人类的DNA 植入到某些果蝇的细胞里头 果蝇最终也选择接纳它 好像就跟自己的基因似的 事实证明 60%以上的人类基因 本质上其实跟果蝇是一样的 至少有90%以上的人类基因 在某种程度上 跟老鼠是相互关联的 因为都是哺乳动物 咱们甚至拥有同样 可以长出尾巴的基因 如果说这些基因不沉默 它活跃起来的话 我们也会长出尾巴来 我们跟老鼠的相似度 从基因上看 竟然达到了90% 基因的这些研究人员 在一个又一个领域里头 他们发现 他们不管用什么样的生物做实验 不管是线虫还是人类 他们所研究的基因 他们的本质是相同的 生命似乎就出现于同一张蓝图 DNA只说一种语言 无论是哪一个物种的DNA 你把它拿过来 然后你把它植入到另一个物种的DNA去 只要是ACGT这四种碱基 那么他们都可以融合 所以那么这个结论就是 自私基因的原始汤理论 所有的物种很有可能来自于 一锅原始汤 原始汤只是一种比喻 所有的物种只源于同一个基因 这个基因只有一个目的 复制自己 让自己在这个世界上 得以生存 得以繁衍 然后这个基因 出于某种方法 使用了某种方法 它演化出了不同的复杂的生命形式 然后将这个基因 将这个基因 将这同一个基因延续到了今天 所以生命原本就是一尖 生命本身就出现于那同一张原始的蓝图 但这个蓝图到底是什么 那我们是不知道的 因为我们连细菌的化石都找不着 你就更别说 我们去找40亿年前的一个基因的片段化石 这根本就不可能的 因为基因不可能留下什么化石 所以科学进一步的表明 揭示了一组掌控基因的存在 每一种控制人体 某一部分的发育 这种基因被称为变异同源基因 同源基因 其实它就解答了困扰人们 很久很久的问题 数以十亿的胚胎细胞 都来源于同一个受精卵 而且携带着完全相同的DNA 那他们是怎么知道 我该去往哪个方向 我该做些什么 哪个细胞会变成肝脏细胞 哪个细胞会变成肾脏细胞 哪个细胞会变成伸缩性神经元 哪个细胞会变成血泡 哪个细胞会变成翅膀上的光点 哪个细胞会变成视神经的细胞 到底是他们怎么 既然大家都是来源于同一个点 那么他们是怎么演化自己的 所以同源基因 肯定是对所有的细胞 发出了不同的指令 然后让他们这种指令 一定是所有的物种都是相同的 也就是说同源细胞中的信息量 十分的巨大 但是这个信息量 我们又捕捉不到 因为当我们去拆开 最本质的受精卵细胞 或者精子细胞 精细胞或者卵细胞的时候 我们发现这里头仍然存在的 只有简单的简基 那这些简基是怎么编码的 如果我们拿计算机的程序来举例子 其实代码只始于一行 但是因为这一行代码 这个代码可以自己生产自己 它可以自己去生产自己 自己去复制自己 它可以本着自己的目的 将代码写到百万行 千万行 亿万行 这就是这么一个神奇的系统 所以基因的数量和组合的方式 也并不一定能反映 携带它生物的复杂程度 总的来说不反映 比如说咱们按染色体的盾数看 咱们有23盾 一共46条染色体 但是如果我告诉你有些蕨类植物 远古之极的蕨类植物 它们的染色体会达到600多盾 废鱼 废鱼是所有动物中进化最不完善的一种鱼类 它的染色体的数量也是我们的40倍 水源就是溶源 溶源的基因数都是我们的5倍 也就是说基因的复杂程度非常复杂 但这不代表这个物种有多么的 它比我们更复杂 它肯定它复杂程度没有我们复杂 对吧 所以问题关键不在于说你有多少基因 而在于这些基因到底是在怎么运作的 人类的基因数在这几十年来 是一个大家广泛热烈讨论这么一个话题 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好的事 一直到不久之前 很多人认为人类应该有10万个基因 甚至还要更多 但是人类基因工程从1992年开始之后 结果大家发现人类的基因数远远没有10万个 人类只有3.5万到4万个基因 跟草的基因数差不多 这结果让大家非常的吃惊 又让大家很失望 为什么我们这么复杂 我们这么复杂 可是我们的基因数却如此的少 基因已经非常频繁的 跟人类的很多的疾病撤在一块了 因为很多的科学家发现 说导致肥胖的基因 精神分裂的基因 同性恋的基因 犯罪的基因 暴力的基因 酗酒的基因 什么偷窃的基因 流浪汉的基因都有 对吗 因为我们在生命算法里 已经给大家讲过了 这是真实发生过的案例 甚至有杀人犯 说这不是我干的 因为我爷爷就是杀人犯 我爸也是杀人犯 所以这个不是我干的 是基因让我干的 所以我不是主动杀的人 你不能判我死刑 后来给他判了一个死刑 给他垫死了 当然 虽然一切都跟基因有关系 但是我们也不能如此的武断 这不是那么简单的 不是那么简单的 因为并没有哪个基因 能够单独决定 我们会有什么毛病 或者说我们会善于做什么事 比如说过去有一个研究 也是科学杂志上发过一论文 说什么呀 说女的数学能力比较低下 为什么 因为这是基因决定的 但实际上看来 不是说所有的女的 什么基因能力都 不是这个数学能力都低下 女的也有数学能力比较高的呀 所以基因并不是某一个基因 说这基因叫数学基因 说这个基因叫数学基因 然后这不是说某一个基因决定的 这是多个基因一起决定的 比如说这个你有谢顶的基因 你有糖尿病的基因 或者你有什么基因 但很遗憾 3.5万个基因 如果独立工作远远不足以 制造出一个 让我们非常满意的复杂的人体 这3.5万个基因 或者4万个基因 必须要通力协作 也就是说你的所有的病 比如说血友症 什么帕金森 亨廷顿 五岛症 等等 它不是由一个基因出的问题 它是由一串基因出的问题 所以在一般来说 这些基因 大部分情况下 在出问题之前 已经被淘汰掉了 已经被复写过去了 重新修正了 但是很多基因就没有被修正 可能有些毛病就修正不了 所以它就出现了 所以我们这些年 对基因的了解越来越多 那么我们的困惑就越来越多 而不是说我们越来越明朗 而是困惑越来越多 就算是你的思维 也会对基因的工作方式产生影响 因为你的思维 本身就来源于你的基因 你比如说举一个例子 一个男的 如果他的胡子长得太快 那就说明什么 这个人目前性欲比较强 为什么 因为长胡子 是因为他分泌了过多的高丸素 对吗 那为什么他会分泌高丸素 看了黄色图片了呗 看了这个抖音看多了 所以在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 科学家曾经做过一个试验 就是破坏掉胚胎阶段老鼠的某一些关键的基因 结果他们发现这些老鼠出生之后不仅很健康 甚至有的时候比没被破坏基因的那兄弟姐妹更健康 所以这个结果就证明了 当某种重要的基因被破坏之后 其他的基因应该会来填补空缺 对于作为生物的我们来说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消息 但是对于我们去了解基因这个层面来说 这不太好 因为我们刚刚好不容易搞清楚了基因是怎么运作 结果现在这个问题又变得更复杂了 那到底是谁来补胃的 这补胃基因又是什么基因 谁来补的胃 这补胃的基因又会产生什么样的作用 我们就更不知道 所以很大程度上 就是因为这些极其复杂的因素 让我们破译人类基因组的这个工作 几乎到反正至少到目前为止是不太可能的 就是我们会不断的取得突破 我们会不断的搞清楚某个基因的某个作用 但是我们搞不清楚的是绝大部分基因 它到底它正常工作状态上有什么作用 我们只能知道这个基因出了问题 它会导致什么样的病变 当我们不知道这个基因它正常工作的时候 它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 那正因为这一点 所以我们人类基因组的这个工作 破解密码的这个工作 永远都是开端 永远也到不了1968年自然杂志所说的 说这个人类的遗传学可能已经到了尽头 早着呢 早着呢 这个再过8102年 估计也搞不清楚 所以当务之急 有的科学家就提出了另一个方法 那如果我们不去破解基因 基因它通过DNA的这个密码 先转化成什么呀 RNA的语言 对吗 然后最后还转化成什么语言 蛋白质 所以如果我们不去破译基因 我们如果去破解人类的蛋白组 会不会更有效率一点 实际上我告诉你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上 没有蛋白组这个词 21世纪才有蛋白组这个词 蛋白组是储藏制造蛋白信息的资料管 因为如果我们搞清楚了 蛋白质它接受到的DNA的指令是什么 我们要搞清楚每一个蛋白质有什么用 那我们不就相当于间接的搞清楚了 每一个基因有什么用了吗 结果 2002年科学美国人发了一个论文 在很多科学家投身这种蛋白组的试验 十多年之后 结果大家发现 蛋白组比基因还要复杂 蛋白质是所有生命的下一阶段的基础 蛋白质是一个外壳 是生命的一个外壳 对吗 每个细胞里头都有多大一亿的蛋白质分子 在一刻不停的工作着 细胞是个很乱的地方 蛋白质分子在高速运动 蛋白的活动太多了 根本就找不着 这捕捉蛋白我们都抓不着 你别说这个 说我们这个 怎么分析一下这蛋白 更糟糕的是 蛋白质的行为和功能 不仅像基因那样 取决于它们的化学性质 而且蛋白质还要再叠加一个 就是它们的形状 蛋白质的形状可不像基因 可不像DNA是双螺旋结构 蛋白质的形状可是各有千秋 一个蛋白质必须首先用恰当的方式 先组织在一块 用化学成分先组织在一块 之后这些化学成分还得折叠成一个非常特殊的形状 就是你现在图上看见的 要么是这么卷 要么是那么卷 有可能正过来卷 有可能反过来卷 有可能是这层卷那层 有可能是那层卷这层 反正折叠这个词不恰当 但是这个是你看见的比较规律的卷 还有麻花卷 还有各种各样的卷 团成一团的卷 反正如果你去研究蛋白质的话 那这事是更加不可能的 因为除了研究蛋白质的密码之外 除了研究它的化学成分之外 我们还得搞清楚 它卷成这样有什么意义 但是如果只研究DNA的话 那么我们不存在这个问题 因为DNA只有一个双螺旋结构 所以说这个蛋白质规律的看着像是个头发卷 不规律的就是个花卷 卷成一大堆的 你的耳机线 卷成那样的 所以除了这些以外 蛋白质还是一个非常非常不稳定的东西 蛋白质这东西动不动就是什么 特别容易就是什么 磷硫酸化 糖基化 然后什么泛素化 盐硫酸化 动不动就化了 化成别的形态了 然后经常会变化 所以我们要去搞明白这蛋白质 那更加的不可能 更加更加的不可能 所以一切可能从一开始 就超出我们想象的复杂 一切也在一开始 其实就已经给了我们一个答案 人类就是由最简洁的双螺旋结构构构成的 我们世间所有的生命都是这样 生命的秘密就是这双螺旋结构 一切的问题都很简单 但是就是为了搞清楚 这双螺旋结构 它为什么能够自己 一个代码 为什么能够自己自动复制自己 自己写自己 写出这么复杂的代码来 这是怎么写 从一个代码 一行代码开始 这是怎么写出来的 所以这个事情很简单 为什么说自私基因 是一个简洁而优美的理论 但是它似乎有什么都没说 因为很简单 因为简洁和优美 就是生命开始于一锅原始汤 对吧 生命开始于一个原始DNA 然后演化成了 DNA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为了自己存在 所以它是自私的基因 然后它不停的复制 它成了多彩多样的这个世界 它复制出了这个无数复杂的生命 但是为什么说自私基因 这个理论 又好像什么都没说 因为这一切 我们怎么就证明它 我们根本就证明不了它 它是怎么做到这样的 我们啥也不知道 所以DNA到RNA的信息传递 在整个自然界里头 只演变过一次 然后到今天 一直保持的非常完好 这是我们刚开始 问的大家那问题 为啥经过了40亿年 生命在地球上演化了40亿年 但为什么DNA仍然在说DNA的语言 RNA仍然在说RNA的语言 蛋白质仍然在说蛋白质的语言 三者在一起工作了如此长的年头 但竟然没有演化到同一个语言 生命看起来很简单 但是生命远远远远超出 我们想象的复杂 一切的生命都是从原先 同一个蓝图发展起来的产物 作为人类 我们只是这个蓝图的一个部分 这蓝图发展的某一个部分 我们也说不上我们有多么高等 我们也说不上我们有多么低等 咱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演化了将近40亿年的产物 有了前面的40亿年才有了我们 我们身体里头的所有的蓝图 所有的DNA的编码 都经过了不知道多少次千百万字 甚至可能上亿次的反反复复的调整改造 变更修补 但是这改变不了一个事实 就是咱们跟你吃的水果蔬菜 猪肉羊肉牛肉 我们其实都非常的接近 发生在一根香蕉里的化学反应 跟发生在你身体里的化学反应 我50%在本质上其实是一样的 所以这话怎么说都不过分 所有你吃的你见到的生命 其实在几十亿年前的远古时期 它都是你的亲戚 都是你的表亲 你今天想吃个凉拌海带丝了 你好狠心 你就这么嘎吱嘎吱的 把你的表哥给嚼了 所以所有的生命其实都是意境 这句话现在是 未来恐怕也是会被反复证明的真理 好了 我们今天的专题 讲的时间太长 因为中间这个斗鱼的服务器掉了两次线 所以耽误了好长时间 我们今天的录音 时间长到了一小时四十九分 这个录音 这个在没有闲聊的时候 表哥真脆 表哥真脆 所以加点辣椒更好吃 所以明天是我们的太明天国 明天是我们太明天国的专题 然后后天是都市怪谈 鬼打墙 然后大后天是南鸣 我们本周的专题肯定都正常 一期也不少 一期也不辣 那么感谢各位听录音的朋友 今天这录音的时间已经够长了 那咱们就是录音的朋友 咱们就可以骂街了 那我就把录音先关了 把时间留给弹幕里的朋友 感谢观看